我的视频经常会引发大陆和台湾的网友互对 因为政治体制和统独问题 双方各执一词 激烈的时候 双方互相问候对方的母亲 热情地互相辱骂 丧失了基本的理智 根据我的观察 打简体字的大陆网友往往是挑起事端 率先攻杰 开口就骂的那一类人 即使在这个小小的文化和思想碰撞的舞台上 大陆网友的表现也让我十分汗眼 所以这就是在世界文化的大花园里 你永远也挖不到大陆政治文化的输出之花 古人云 入鲍鱼之四 久闻而不知其臭 唯我大中华红色强国伟大光荣正确 台湾绿龟美狗日份韩棒鹰匠都是垃圾傻逼昧 这份从容自信 总是让台湾网友们感觉不可理喻敬而远之 然而就这样了吗 这几天 一段台湾女子高中的仪仗队表演开始在大陆平台疯传 为什么会被疯传 因为这些台湾女孩子的清纯 自信的笑容打动了每一个人 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为什么会有这么可爱而简单的微笑 而这种纯朴和发自内心的轻松表情 在大陆地区的同龄人脸上已经很难看到了 让我们看看那些生活在墙内的普通大陆民众 是怎么评判的吧 自由幸福的笑容 这笑容我咋多年都没有见过呢 看到你们那么开心 我就放心了 谦谦君子 彬彬有礼 古风有存 青春阳光的女孩子们 台湾烟绵很幸福 中华民族的希望 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 同样是中国人 他们的笑容为什么那么自然 看到了吗 这样的评论还有很多很多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敢说 这才是墙内普通民众对台湾最真实的评论 他们可能没能力 没胆量 没途径翻墙 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他们依然具备一个普通人类应该具备的良知 善良和勇气 他们自身的体会和人生经历 也让他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拨开谎言看真相 他们所表达的 才是大多数大陆民众对台湾的真正感受和心声 一辈子岁月争容 才向往岁月静好 身处在革命和政治挂帅的将冈里 才会羡慕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明的文心 至于那些在国内主流媒体高调唱红 翻墙出来疯狂辱骂 在跟帖下面无端纠缠的大陆网友 我想请海外华人和台湾网友们放心 他们并不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从他们疯狂输出 开口就慢 蛮不讲理的表现看 他们要么是争取减刑的罪犯 要么是带着任务的网评员 要么是享受江山红利的红三代 祝愿两岸和平相处 美好的永远美好 丑恶终将消散的民众才是大陆的主流 人类文明无论在哪个阶段 那些带着任务带着偏见带着仇恨的人 都只能是一小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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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